7月3日,江苏南通,监控视频显示,一女子骑一辆三轮车撞开了电梯门后坠落 4日上午,市场监督管理局观音山分局回应称 货梯本身没有质量问题,女子误拧三轮车油门撞开货梯门导致意外发生 属于外部因素造成 她是在载保,也正常微保,也是正常检测的,在检修期内 然后她操作这个电梯门,就是操作那个按钮上下 也是人为的操作,对于这种设备操作也是没有问题的 她是自己错误的你们三轮车,就是三轮电动车的油门撞开的那个门 所以她属于外部因素 所以她这块不属于这种设备事故以后就不是我们部门来主管的 据我了解应该是身亡了 电梯本顶不存在这家问题,她是货题 7月4日,四川乐山,网友发布一段视频 一老人在路边卖菜,被楼上住户泼机油淋湿全身 摆卖的蔬菜也全被淋湿 有网友表示,可能是老人们早上在楼下卖菜,打扰到了楼上的居民 近日,化名小和的一位女士,她找一位发型师染发 对方一顿操作后,她被诊断为脱发 过敏性皮炎,皮肤和皮下组织局部感染 关键是头顶凸了一块,感觉没法见人了 发型师是借用场地给小和做的造型 这是该怎么处理呢? 小和一头淡金色绣发,乍看没发现什么问题 但是从她身后望过去,就能看到头顶靠后的位置 有一大块没有头发了,前额这里也有受伤的痕迹 医院的诊断报告是脱发过敏性皮炎 皮肤和皮下组织局部感染 小和介绍,事情发生在6月29号下午 当时她跟着一位发型师到杭州印三楼染发 小和给记者看了以前的照片 一头浓密的金黄色头发 和现在的局部秃顶形成了鲜明对比 小和告诉记者,原来的发色是玫瑰金 这次想染成白金色,本来说好的价格是2900多 出事后,那位发型师提出免单 所以钱实际上没付 在小和看来,对方应该对医药费、物工费、接头发费等做出赔偿 他主张原定消费金额的三倍 然后店家就是说,这个理发师跟我们店里没有关系 不是在他们店里上班 你俩之前认识吗? 认识 然后他说,就是说他要离职了 然后说带我来这个店也是可以操作的 你说如果他带我去一个很差的理发店 路边那种,我肯定也不会进行消费 我肯定是看到了这个店很大 很有门面,所以我才敢进行这个消费 这家理发店的店名是一串英文 翻译过来,应该是某某理发厅 这里的负责人自称谦谦 他说,给小和染发的发型师小高,确实不是他们的员工 他是我们一个老师的他那个朋友 他那边那个,他先去把那个,把这位那个美女带到那个,那个店里面 然后他那边好像是因为没有位置或者是没有技师去帮他操作 然后跟我们联系我们,能不能进入场地 那他提到有一位助理是当店里的什么 助理,他是外面叫过来的呀 助理也是外面叫过来的 对呀,那我们就全是没有任何的那个 既然在我们这边发生这个事情,对不对 那我就是说,那我们尽量去帮助他 去跟那个人去调解这个事情怎么去处理 随后,签签店里的工作人员拨通了发型师小高的电话 客人来找你,你没有把客人头发服务好 那你要把你的客人去解决,问你解决了 发生问题,你要去解决 这是你作为一个发型师的一个担当,明白吧 对不对 您现在能过来吗 免单掉,然后这个医药费付掉 我这半年我都没有办法见人 大家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已经会开玩笑取笑 我说我是秃头了 那取笑你是不对的 对,而且我现在因为我身高矮 然后如果我去外面吃饭 我都根本,我全程得戴着帽子 我根本不想,我根本不敢摘上帽子 您能够理解他这种痛苦的感受吗 我能理解他的感受 这也不是我们希望的结果 对对 我比他都难过 对,把头发做成这样 怎么能做到比我还难过呢 在现场 门店这边的几位负责人先沟通了一下 最后给出的方案是 他们先拿出2000块钱表示诚意 再和那位小高协商让对方出5000 刚才那个你的朋友说了 你掏5000他出2000行不行 不行 小高表示 私下会再和几方进行协商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